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17号的国会众议院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上表示 美联储此前给出的放缓资产购买计划的日程表并非一成不变 他重申资产购买计划的实施进度将会取决于经济和金融的状况 如果经济环境改善的速度要好于预期 资产购买规模可能会更快的削减 但是如果经济前景不及预期或者是金融环境过于紧张 目前的购债进度将会维持更长的时间 伯南克表示尽管面临联邦财政政策带来的逆风 最近几个季度美国经济仍持续温和复苏 房地产市场对近期经济活动增长贡献显著 房屋销售房价和住宅建筑量都将去年有所上升 这也推动了就业增长以及消费开支活动 虽然近期抵押贷款低率有所上升 但预期房地产市场仍将保持活跃 他指出就业市场环境正逐步改善 6月份失业率为7.6% 今年以来的月度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平均为20万个 不过尽管有所增长 就业环境仍远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失业率仍然高于长期正常水平 长期失业率也居于高位 同时消费价格通胀水平低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长期目标水平 在截至5月的过去一年中 美国消费开支仅增长1% 美国消费